这一次的国庆很明确的知道一件事情是 没有了韩国瑜 似乎大家都忘记真正的中华民国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 美丽台湾是我们的家 中华文化是我们的根 自由民主是我们的榜 融入了所谓的台湾跟中华民国 把国跟家 完美的融入在这两句话里面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有他的这个 我必须要讲他的高度也好 他的深度也好 我必须要讲他的文学造诣 真的是非常的好 为什么我挥国旗不行 为什么赖清德不想挥 我挥不行吗 对不对 就是热爱中华民国 就是从这个小细节 从这一个小动作 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这一次的国庆 很明确的知道一件事情是 没有了韩国瑜 似乎大家都忘记 真正的中华民国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那刚才我刚才也讲了嘛 过去八年这个中华民国的元素 基本上是完全消失 完全被淡化 完全消失不见 完全都看不见了 那没想到呢 这个韩国瑜所说的 又黑又瘦的小老头 今年不一样了 今年变年轻了 脸色也红润起来了 OK 这就是今年韩国瑜 带领的这个团队 打造的国庆 就是有别以往 就是不一样 那当然是好事 这也可能是坏事 因为这个民进党可能就会 对他有一些批评嘛 说又搞一些华国元素 台湾人没有办法接受 这个为什么要这么多 怎么样怎么样的 没有创意啊 这个 你这个在搞什么东西 我认真讲啊 我觉得 竟然是国家的生日 我觉得这些 没有必要的言论 攻击言论 就大可不必 如果说你在政策上的攻防 你说你想要怎么样 你想要攻击 你想要怎么样防守 我觉得都很正常 都没有关系 但是是国庆 我觉得就是 我们尽可能的以 国庆为主 以庆祝为主 好不好 这件事比较重要 好那再来是 我觉得韩国瑜 实际要提醒大家 一件事情啊 就是说我们这个人 千千万万 不要忘本 就是我们的根在哪里 就在这边 那这边既然是你的根 那就会是你的家 至于国家的认同 这件事情 当然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你可能在路上 你可能在说我是台湾人 我是中华民国人 不管嘛 但我们都生存在 这一个地方嘛 对不对 我们是同岛一命的嘛 大家都是一家人嘛 我觉得这样的解释 其实也没有必要 每天都在那边讲说什么 啊 这个你是哪里人 然后每天大家都因为这样子 然后有一些 论战 我觉得就算了啦 就这样子吧 好了 那我们必须要讲啦 今天今天韩国瑜也好 赖心得也好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发表相关的这个 国庆谈话 国庆的致辞嘛 那很多人都开始从中啊 开始找一些 这些蛛丝马鸡 确实 好不好 等等我们也 从赖心得谈话 跟韩国瑜的谈话 我们总共会切三个 三个段落 我们再一一来跟大家 一一的来表达 来表述 OK 首先是哦 我们不能不讲啊 韩国瑜这一次哦 很明确的 他就是很清楚的表达 他正面的来拥抱 中华民国 那反观赖心得呢 他好像不得不提 中华民国嘛 因为他贵为 中华民国的总统嘛 那就没想到 他还是从中哦 去玩这个文字游戏哦 专来又专去 那其实他只是主要的 内涵是什么 依旧还是所谓的 一边一国嘛 就是我们台湾 跟中国大陆是互不隶属 所谓的新两国论 今天来讲啊 就是我们两个 是不同的国家嘛 所以赖心得还是在 中华民国的这个基调底下呢 持续的在里头 钻来钻去钻 钻出一个他想象得到 或者是他想做的新两国论 那其实我认真讲啊 今天我们这个相关的 这个不然是中国大陆的外交部也好 刚收到国台办也有做一些回应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措辞哦 都是非常强硬的 那这也因此呢让 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呢 我必须得说啦 可能因为这一次的国庆 赖清德的国庆演说 国庆谈话 可能会有更多的摩擦 而且是双方之间的距离哦 哦真的你不用想靠近啊 啊只会越来越远啊 台湾海峡就这么一点大 那也是哎 我们比太平洋的这个 这个大这个还更大 所以说嘛 现在的赖清德也好 或许得思考的事情是 你这一次透过国庆演说 做了这些事情的话呢 你会把台湾的人民带到哪里 台湾人民不想要开战 台湾人民不想打仗 但是尤其你身为一个总统 你做了这样的表述之后 很多的情势 就会出现变化 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了 好我们现在继续讲的事情 我们先跟大家做一个留言 做个回复 好那黄泉民谢谢你 感谢我们顾晓云说 大家晚安我来了 OK我们的KC也上线了 感谢廖帅 谢谢感谢廖帅 冠军奖杯得第一 我们的红瑞Rex 阿扁国歌唱了 手就不抖了 等一下再来讨论 这个郁城也是刷奖杯 奖杯刷起来 我们感谢郁城 我们祝海边说 奇恩奇恩得冠军 感谢我们的林Bruce也来了 感谢感谢 我们的许许如先进 也是嗨嗨嗨 哈喽哈喽哈喽 好我看到大家的这个留言 让我觉得精力充沛 好我们继续讲 OK 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赖心得的部分好了 我们与其去算 他在这个讲稿当中 我相信大家也看了一天了 来 这个中华民国 还是中华民国台湾 还是台湾 到底我们赖心得在中间 到底讲了多少次 到底念了多少次台湾 到底念了多少次中华民国 每一个人都在从中那边找找找 可是我觉得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的架构 他的主轴是什么 其实讲真的 他的主轴就是一件事情 好不好 虽然他没有讲出台湾独立 我没有这样讲 没有讲这么明确 但是他作实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样嘛 就是中国跟中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 跟中华民国 是不一样的存在嘛 他等于再一次的去呈现了这件事情 而且有一句话 我觉得他今天呢 是彻底的 好不好 等于是惹怒了中国大陆 他就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 无权代表台湾 那我甚至还有讲到很多啦 包含说你看哦 他在这个这句话还有讲哦 中华民国曾经在国际社会被驱逐 但是台湾人民从未自我放逐 你看啊 表面上讲中华民国 他就私底下暗地里又多加了一个台湾 也就是说嘛 中华民国跟台湾 他在玩这个意识模糊的这种要混淆嘛 让你不知道说 你到底是要讲中华民国还是台湾嘛 他以为大家都看不见 他以为大家都不知道 实际上你的讲稿讲出来 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分析 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剖析 你这个内容到底想要呈现是什么样的面貌 对嘛 那他今天还有讲到啦说 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澎金马落地生根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互不隶属的 民主自由在这块土地上成长茁壮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重要的一句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 对吧 这句话彻底能问的中国嘛 那因为我们的宪法就是讲嘛 这个中华民国宪法很清楚的表达是说 中国中国大陆跟台湾这边中华民国 就是两个不同的地区嘛 就是这么简单嘛 那你硬是要硬是要无限的上纲道 对台湾是个国家 但是你的这样的说法 你是惹怒了中国大陆嘛 赖心得 对嘛 那就是你现在像韩国瑜 我就觉得他讲话就有韩谈艺术 就有他的内涵 我不是要捧他 他今天有一句我非常喜欢 我跟各位讲 就讲他讲一句说 我必须要让世界知道 中华民国是存在的 好再来第二句话 我觉得也非常的好 他说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 美丽台湾是我们的家 中华文化是我们的根 自由民主是我们的棒 来 前面两句就很重要 重点啊 我觉得韩国瑜讲得很好啊 中华民国是不是我们的国 诶 是啊 那美丽台湾是不是我们的家 诶 你不能讲他错啊 所以这两句话加起来是什么 你知道吗 中华民国 台湾 就是我们的国家 他的白话 我可以这样讲嘛 但是他在这个治理行间之内 他融入了所谓的 台湾 跟中华民国 把国跟家 完美的融入在这两句话里面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有他的这个 我必须要讲他的高度也好 他的深度也好 我必须要讲他的文学造诣 真的是非常的好 OK 好我们谢谢加龙 大家记得按赞 感谢感谢 感谢加龙 感谢感谢 那个论人在韩家讲说啦 那今天竟然 我们赖兴德讲了这么多话 讲了这么多内容 好为什么你看到他从祖国论 一直到这一次 他终于愿意提起 从祖国论这个国庆晚会开始 他终于肯愿意提起中华民国这件事情 逐渐的愿意提起 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认为啦 OK 他总不希望 这个 才刚上任 就做出一些太照进的一些言论 第一 刺激了中国大陆对他有好处吗 没有 再来是 当一个你这个国会最大党 我们所谓的国民党 推出来的立法院长 韩国瑜这么样的爱国 这么样的喜欢中华民国 请问赖兴德会不会担心 我就讲过了 赖兴德就是怕 所有目光的焦点 被韩国瑜给抢走 所以赖兴德在跟韩国瑜在拼什么 赖兴德想怕 就是担心 他的风采 全部因为韩国瑜被抢走 好不好 就是这么简单 你可以这样解读嘛 就是说 韩国瑜他就是热爱中华民国 那是完全没有错的 但是呢 所有的焦点都在韩国瑜身上 完全没有人讨论赖兴德 你觉得赖兴德不会慌吗 赖兴德不会紧张吗 绝对会嘛 那所以嘛 就算今天 他不管讲说什么 中华民国啦 中华民国台湾啦 我觉得大家都不介意 大家都不在意 我们在意的事情是 你的这一些言论 然后你是要带着大家 你是要负责的 对不对 当然啦 你说负责 怎么负责 很简单啊 反正就是 该到你表态的时候 你就是得表态 中国大陆不满的时候 你就是必须强硬 不管强硬与否 但至少你在这个 进队应退之间 你要有这个软硬兼施吧 对不对 你不能单纯的硬到底嘛 那虽然说这些赖兴德 有点开始做一些巧妙的变换 但是我觉得 这个不管深度也好 功力也好啦 讲到这个国语加 中华民国跟台湾 这几件事情 还是韩国语略胜一筹 真的是必须要这样讲 我们的成语说 早就被抢走了 没错嘛 讲得非常正确 再给大家看一下 尤其这一幕 我觉得今天这一幕也是很有趣 简单讲 就是今天今年 就是我们 除了这个文圈扫物 有这个 量金 就是放在脖子上 会比较凉 还有一些保温瓶 等等之类的 但是呢今天呢 我们看到就是 相关的这个奥运选手 我们的奥运好手 就是通过管理台的时候 那我们的韩国瑜 韩院长因为热爱中华民国就 就自顾自的拿起了国旗 想在那边回回回回回 那结果这个举动呢 让这个赖清德 是看了都傻眼 看一下 也没有声音 没有声音 都被你们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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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嘛 韩国瑜当场就有点不开心了嘛 为什么我挥国旗不行 对不对 为什么赖清德不想挥 我挥不行吗 对不对 就是热爱中华民国 这就是从这个小细节 从这一个小动作 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嘛 哈喽大家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中天 二台用声音 直播的节目 喜欢的话呢 也请给我们点鼓励 帮我们按下 订阅加分享 并可以持续的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同一个时间 继续的来收看 我们精心制作的节目 那现在呢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最近非常喜欢用的产品 那就是中天保养品牌 KS所推出的最新产品 KS抗光清爽 高防晒凝露 它的成分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有避免蓝光神盾的 教导职萃 能防御环境里的3C产品 以及各种光源 对于我们肌肤 所造成的各种伤害 还添加了黄金海藻成分 帮助我们的肌肤 持续的活化 继续的维持年轻 而这是KS抗光清爽 高防晒凝露呢 不论是在你出门的时候 或者是你出去游玩到海边 绝对都是非常必备的一项利器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选择这支KS Royal Care 皇家呵护系列的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让你防晒隔离 一次解决 抗光动灵一瓶 就能搞定 您的保养日常就交给KS吧 好了一定很多朋友会问说 这插起来到底会不会像 坊间的这个防晒乳啊 有点黏黏的 或者是有点不舒服的感觉 放心放心 完全不会 因为这支产品它插起来的感觉 真的是非常的清爽 而且完全不黏腻哦 不含商料 所以这个儿童 孕妇甚至全家人都可以来使用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新到快点购下单 记得输入推荐代码 852将赏友 更多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